哇好快 我们要进展到最后 其实我还是期待 希望说你们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回去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 能够再复习一次会比较好 像真的 我昨天做到一点 真的昨天做到一点 我就是把影片整个做完 就是所谓做到一点多 也是因为断断续续这样做 就做一做打瞌睡 真的 我要听 听了以后才决定说 哪里要减哪里不要减 你看像例如说 昨天下午的内容 昨天下午的内容 这个 这是昨天上午的 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工具应用 这是昨天上午的 你看如果你不连不中断的听 只需要花一个多小时 本来是三个小时 现在变成只有一个半小时 那就代表这是经过有处理过的 好 然后再接下来 那昨天下午的影片 这是上午 你看六个小时前 我就放上去 那下午呢 那就是02了 对不对 02 数据分析 一个小时前 好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回去 还可以再复习一下 这对你们绝对会有一些帮助 那 我会再 就是说可能明天 后天 可能要到星期一了 才把今天的内容 把它放在网络上 给你们去看 那就是03 04 甚至有可能到05 好 因为我会想要把它区分 例如说 例如说一个是商业资料 商务资料的分析 然后一个是登革热的分析 该怎么分析 那还有像例如说 我现在要告诉你 第三段就是环境资源资料 例如说关心一下 PM2.5 不过你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现在做的资料分析 都是哪一种的分析 数值的分析 数值的分析为主 你要是想要去知道说 像文字云怎么做 那你就只要输入什么 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文字云 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只需要花24分钟 你就会了解文字云怎么做了 就是文字探刊 文字探刊 包含从网络上去下载 下载 然后什么是文字云 然后怎么做 这全部都会教 可以吗 文字云知道什么叫文字云吗 这个全部都是 这个全部都是文字云 就是我们看那个什么字 就是我们看那个什么字 像例如说 漏的 漏的跟什么 God 还有跟Bible 是有关系的 各位应该知道吧 这个LORD 不知道是什么 就算了 那个GOD 是不是 那个 知道吗 那Bible 应该知道是什么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最有关系的 最有关系的 好 这就是文字云 例如说好了 我去政治大学 他们会希望做一种研究 例如说国民党 国民党团的人 他们的用词 会蛮固定的 就是用哪些词 对不对 好 然后他就把他训练 产生了一个 国民党用词的 一个文本论 然后接下来 民进党 民进党用词 就是民进党党员 用词或发表文章 什么 是不是也会有 固定的一些词 一些term 一些就是 这些词 然后把它分类 产生文本论 对吧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接下来 他就要去判断 判断说 例如说 那个联合报 他到底跟谁的词最接近 听得懂吗 这是有意义的 这是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 他可以刺激 例如说好了 我就去做 中国的要点来去分析 然后去找某一个癌症 以前是怎么样治疗 那以前又不是叫癌症 以前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名称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次互相来去 在不同领域 可以跨领域交流的 只是 只是那种应用层面 应用层面 这都是有某种意义在里面 好 我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 记得哦 记得 如果可以的话 请帮忙 你看 真的会有人 点 就真的麻烦你们 就是点个赞吧 或者是下面留个言 留个言 知道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来做那个环境资源资料库 因为他有一个特色 他因为要给各种气体都要监测 所以他的资料量很大 所以他干脆就一个月给一个 那你下载三年资料 天哪 里面是不是就有36个档案 好 所以我们先到 要大家都一起做 例如说 Google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 环境 资源 资料库 然后点他 这边是不是有资料下载 点选资料下载 这边我们找2010年开始 你看一下他的资料 他资料从1894年内 可以了解吗 1894年开始一直到 有没有到现在 他最近最近释放出来的 只到2018年的12月 好 那我现在要的是2010年的1月 到2012年的12月 然后点搜寻 点了搜寻以后 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空气品质 日监测值 请点加 你想嘛 环保署它会有什么 大气的资料 水的资料 土地的资料 还有其他 那我现在我只是下载了 土地的 那个大气的资料 所以点了这个加 然后接下来 他这边说大概1Mb 然后选取这个档案大小 然后请输入这个内容 输入验证码后才可以下载 所以要输入正确哦 请问是大写的K还是小写的K 小写的K是7 大写的M2 大写的W 然后点选送出 那万一你打错字 对不起 他就不让你下载 好 他是用这一关来辨识 你是不是机器人 好 点选什么 下载 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下载好的压缩档 我等一下就是要用它 可以吗 换你们现在去进行 就是2010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 空气品质日监测值下载 好 来画面就用一下哦 请问下载下来的资料会放在什么地方 下载里面嘛 然后请把这个环保署下载资料改一下名称 叫做2010到2012 好 只是说稍微让自己知道一下这件事 然后看你要不要输入AIR 就是空气 好 滑速右键 ZIP 解压缩字 这个资料夹可以吗 做完了 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一堆的资料 例如说 如果你有兴趣看 是不是快速点了一下 不要打开哦 不要打开 因为我们是要用PowerBI不是用Excel 所以不要用Excel打开它 你打开它会不会看到乱吗 应该会 听得懂我说的意思 但也有可能不会了 像这边没有看到乱码 我先关掉了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资料夹我一解压缩这里面有一堆的档案 一个月一个档案 2010年是不是1月有一个档案 2月3月4月是不是有一堆的档案在里面 你现在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滑鼠右键 先改名字哦 例如说我现在取名叫2010到2010 滑鼠右键 然后解压缩 解压缩就是用7zip 7zip 然后解压缩字这个资料夹 然后你就会有这个资料夹 里面有一堆的档案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解压缩 好了接下来画面就用一下咯 接下来我们当就是打开Power BI Power BI在桌面上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 取得资料 而且是用资料夹的方式 资料夹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关掉 然后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是不是要选其他里面的 在档案里哦 这全部里面也有资料夹了 为什么全部啊 所有的形态都在这里面 它是放在档案 而且它是用资料夹来呈现 好连接 它现在是连接哦 然后浏览我是不是要去选 我的资料夹是不是在下载里面 本机端的下载是不是有这个资料夹 你要选到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你以前你在做Excel的时候会是怎么做的 2月资料是不是要并在1月资料的下面 3月资料是不是要并在1月2月的资料的下面 就复制贴上 36个档案你是不是要做36次的复制贴上 对吧 这是Excel 或者是你用Excel VBA 你写一个自动结合档案 我就有教这件事 那现在你用POWVI不用了 但是你要记住做一件事 你的栏位名称一定要一模一样 不可以变动 好 接下来再请你们记住一件事 我们现在资料其实是上下的关系 1月资料在上面 2月资料在下面 再来再下面是3月 再下面是4月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这个上下的关系 这叫做什么 Union 我们刚刚是不是介绍过 订单跟退货之间关系 那个不是合并的关系 那个不是Union的关系 那个是一个什么 Cross Join 因为我们是不是设关联 现在我们这边不用设关联了 对吧 刚刚我们在介绍 登革热的时候 是不是跟人口处 我们是不是要产生一个关联 那叫Cross Join 反正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左右 左右 关联起来 一种是上下 Union 也没了 就只有这两种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直接用 合并并载入 可以吗 刚好它这边已经抓到 它是UTF-8 因为我说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是UTF-8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神奇的 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446.69 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可是要靠左对齐了 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不是 因为它里面有用到异痕 它为了保留这些异痕 所以它只能把这里面内容 视为是文字 请问这个446.69 它是文字 你可以接受吗 当然不行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为了要让你知道说 你的资料里面有很多那个异痕 所以它只能牺牲 这一个它认为不是数值 而是文字 它既然把它视为是文字 所以这个446.69 就只好靠左对齐 因为文字才会靠左对齐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们大概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只要点确定 因为等一下我要教你 怎么样再去修改 因为错误就是错误 你不能把错误资料也放进来 请问为什么会有一条横线 没有测验呢 没有测试 或者是那个时候刚好机器它停止运转 或者是反正发生什么事情 不晓得 但是没有测 你就放空值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把空值拿掉不运算 也是同也是合理的啊 好确定 重点你知不知道PM2.5是数值还是文字 数值 检验值 就像那个雪红素浓度 你把它视为是文字 是不是很奇怪的事 浓度啊 浓度是不是数值 一定是啦 浓度啊 密度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 它说这里面 它包含了一个错误 这边包含了52个错误 它汇入2010到2012这么多个档案 有36个档案 它总共发现了有52个错误 那是因为说 它尽可能把每一个数值栏位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什么 文字 这样理解啊 好 那没有时间去检视这种错误了 所以我们跳过 因为等一下我要直接再去修改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汇入成功 那个你汇入资料成功 但是它里面的这些错误的判断 我们要再做资料的整理 知道吗 所以等一下要教你资料整理 否则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细小悬浮为例PM2.5 有看到吗 它应该是数值 可是这边前面没有C 就代表什么 它把它视为是文字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做类型的转换 好 我只是稍微提醒你 有这一件事情 那就麻烦请你先用取得资料 把那整个资料夹叫进来 取得其他档案资料夹连接 然后开始去找你刚刚的下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我用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明明是数值 数值 所谓就是PM2.5 有看到 这边细小悬浮为例PM2.5 它应该是数值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 你看一下 我们从资料来去看 这个细小悬浮为例 细小悬在 这是这边 这个 好 这是PM10 PM2.5 我要告诉各位 PM2.5平均值要在35以下 35以下 好 那PM10要在55以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PM2.5 PM2.5 全部都是靠左对齐 所以 所以 就有人拿到这个资料 他就开始做资料分析 对不对 就跟在座的各位 就是我们一刚开始拿到资料 你看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画 画什么图 我们就做一个 因为我们有2010年到2012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做 做一个 猜猜看 这边有没有县市别 一定有 我们就来做各县市的 PM2.5的一个调查 请问你猜 你猜 PM2.5 哪一个县市最高 都很不对 目前为止没有人答对 哪一个 都不对 也不对 你为什么猜南投 好像好水的地方 都被你猜了 明明不对 他很前面 高雄是第二 都还不对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人猜对 到现在22个县市 都还没人答对 不是 都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一样高 第一名 他就是第一名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人讲 那个县市 家义 刚谁说的 家义有阿里山 连大陆都知道 连大陆人都知道 怎么会是家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至少要先有 我现在要先告诉你这个答案 我当时 因为家义县政府请我去教 大数据关系 我就好奇 我近于好奇 我去看 癌症第一 家义 空气品质不好的 家义 然后 检举 检举什么 公害防治 第一的 也是家义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不算还不知道 后来我就去问 就真的有人帮我去问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说 空气品质 是高雄不好 然后 因为飘过来到嘉义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就像金门也不好 那是因为大陆飘过来的 因为我们是算大气 因为气体很轻 它是会飘的 好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看 假设我现在我拿到资料 我是不是要做资料分析 好 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 这边有PM2.5 然后有什么 线式 所以我就勾了 线式 我用直条图好了 然后 直条图里面 线式的PM2.5 然后呢 然后你就看一下 这边是线式 这边是图里 这个PM2.5 怎么会是图里呢 所以我就把它搬到直这边 是不是看到这样子一张图了 对不对 好 我再给你们看那个直 看那个直 然后稍微把那个直 稍微设大一点 显示单位什么 字的大小设大一点 请问一下 PM2.5 13000 13000 13000 这个 这个是什么 高雄市 13000 新北市 12000 然后台北市 7500 有看到 你觉得这是对的吗 这个是什么数 你知道吗 他把它加起来 加 可是我们是不是要用平均值 对不对 好 在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了很多不正确的情形 如果你就把它拿出去交给你的主管说好我算出来结果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的主管呢 如果他不是那样环境的他也不知道说PM2.5大概应该多少的话 那这笔账到时候被人嘲笑你觉得这笔账会算到谁头上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事情吗 所以他就说 那我就把值改成什么 平均值 哇 这边资料不对 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平均值 为什么没办法把它变成平均值 因为它都是文字 这样听得懂吗 既然都知道它都是文字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它改一下 因为文字它只能计算次数 什么叫计算次数 总共高雄市测了多少次 可是我们不是要测多少次 我们要的是测出来的结果的平均值是多少才对吧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 我先把它删掉 等一下我就留着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要想办法先把这个数值改成不是文字而是数值 所以常用底下用什么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针对 针对我们的PM2.5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把那个卷轴移到PM2.5 有看到吗 PM2.5在这边 PM2.5点到它 点到它 因为刚刚就是有好像两个同学问我模型 就是它把小数点拿掉 我是不是很好心的告诉你模型在哪里 是因为后面我还要教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有一个转换 有一个转换 因为它只是说要拿掉小数位数 我现在是要把文字转换变成数字 这个观念是很类似的 就好像人 人你怎么会算小数呢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地方转换 我是不是要把资料类型文字 文字 转换变成什么 小数 小数可以吗 虽然它测出来都是整数 但是我们要把它改成小数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简号 简号 等一下我们来看它会变成什么 因为简号在阿拉伯数字里面 当然就是错误了 好 所以点选取代现有 可以 好 这个时候 当我已经做完了 记得 常用 常用底下 关闭并套用 关闭Pow Query 并套用 好 刚刚是多少笔错误 50几笔 现在变成1807笔 就光一个栏 就有1700多个错误 毕竟三年的资料 好 我就关闭了 然后记得 记得这个值要改成什么 刚刚是计算次数 现在我们要改成什么 平均值 来看一下 第一名 加义市 43.1 有看到吗 第二名高雄市 第三名金门县 真的污染不是金门县制造出来的 他那边不是风很大 怎么可能有什么那么大的什么污染 那PM2.5是因为接近大陆 大陆飘过来的 然后接下来第四名 台南市 第五名是谁 嘉义县 可以了解吗 好 我先要告诉各位 超过35以上的县市 其实环境对于那个癌症其实是有影响的 好 我只是告诉你说有这样子一个现象 但是你真的真的要理解 嘉义市居然是第一页 嘉义市没有工业的那个城市 而且人口老龄化很严重 所以癌症第一 这我接受 可是连空气品质都不好 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 好了 换你们 你们还记得怎么做吗 你们只要做 你们只要 请问这张图应该会做吧 你应该是后面 后做这件事 你要先去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然后编辑查询里面 你必须要选到那个PM2.5这个栏 PM2.5 选到PM2.5之后呢 然后记得 记得把这个值要转换 转换成小数 可以吗 这里面他就告诉我说 这里面有8%的错误 有8笔的错误 小于1%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拿到资料有50%都是错的 那你还要分析吗 你要再继续浪费时间吗 就不用了 好了 来 记得最后是常用底下 关闭并套用 好 那现在就换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 因为这张图我想你应该做得出来 限制 限制跟什么 PM2.5 然后记得PM2.5的值取 平均值就算出来了 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其实跳得蛮快的 就是说各线市 各线市 这个PM2.5 然后我要告诉各位 这里面有很多 像例如说 液氧化碳 化氮 液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 就是 对不起 在环保署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要算出来 到底有没有彼此间有什么关系 影响 举例来说好了 加益是这么高 那我们是不是值得来去分析一下 找出加益是这么高的分布 不同之处 就是各气体的表现 对吧 这么多种气体 你光是一个一个做 你是不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那如果你把资料把它做成正确的形式 让系统自己跑 不是很好吗 有听懂 好 再来 请问 请问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2010到2012年的资料 空气资料 对不对 我现在要再考考你另外一个尝试问题 请问 您觉得空气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不好 就是PM2.5 它从2010到2012 你觉得是从左下变到右上 还是从左上变到右下 还是震荡 震荡应该是正常 但是它应该是微幅的上扬 对吧 你看我们大家对于环境 好像都已经抱持这种失望的态度了 你想现在我们只有差一点点 也许35.1到35.2 但是100年后呢 那个数字是很可怕的数字 如果变成50 PM2.5变成50 你想这边是不是就不适合人居住了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求证 到底2010到2012 它的空气品质的变化 它是不是有微幅上扬这件事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三年的资料 所以等一下我必须要再往下探索 因为三年的话它会呈现震荡 可是如果说我们来去看个月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一点 反正就是我们会去看什么 哪一个月份 好 它最高或最低之类的 好 那我们先做各年PM2.5的调查 对吧 好 怎么做这件事 游标在这边 空白地方点一下 各年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监测日期 所以当然就选监测日期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值要放什么 PM2.5 没问题吧 而且我们要放什么 你不能直接放什么 哇 这个算出来就82万6 当然不对了 我们没有人在看那个测量的 就是总测量值 就是把每一次测量值都加总起来 这是没有意义的 好 我们要算的是 这一年测量的总平均值 所以我们发现了什么事情 我们发现了大概是呈现震荡 2010到2011是不是上升 2011到2012是不是下降 可以吗 那你关不关心 到底是哪一个气体上升 如果你在环保署的话 你会不会关心到底是哪一个气体上升 到底是哪一个气体下降 影响到PM2.5 应该蛮关心的 对不对 在座有没有环保单位 这一次刚好没有 我交第一班就遇到环保署 就是行政院环保署的学长 所以他后来就介绍我去环训所 环训所在中立 在中立那边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地方麻烦请各位来去看一下 2010年到2012年 他的一个均值 有看到PM2.5 维持在这个30.9跟31.9 这边就上升了一个单位 然后又下降回来28.3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有管理 对不对 这绝对代表有管理 那当然我们就来 就会很好奇的 很好奇的 最好建议是把 你看如果现在我点高加义市 你看到什么 因为他第一名 对不对 这个是高雄市 可以吗 反正就是都是前几名 一定都是超出这个标准 对不对 开始了 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些 现市的比较了 你看这个 这个才叫有管理 然后这边又管理的绩效又不好了 可是 可是哦 你有没有发现大环境下降 它反而上升了 这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有时候我们买股票 我们是不是先看说 那个 那个这只股票好不好 但是我们会先看那个大盘的形势 好可以吗 请问这张图会不会做 各年哦 我只是放年跟什么 PM2.5的平均值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一下 各年 PM2.5的改变 好 这是从刚刚时序来去安排 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后 有时候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嘉义市 然后有 有那个高雄市 好 那 不同的县市 我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针对 我有看到这个侧站 侧站就是 例如说高雄市 它会侧很多隔点 例如说台北市 它也会 淡水也会侧一个 或者是很多地方 它都会设那个观侧站 所以我现在就把侧站 搬到 搬到什么 搬到这个底下 侧站 搬到线市的下面 先是线市 再过来是侧站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去观看 观看 例如说嘉义 嘉义 所以我就点它 我只看嘉义 嘉义第一名 所以当然我只要看嘉义 嘉义 它就只有一个侧站 这个侧站在嘉义市的嘉义 好 我先往上 然后接下来我去点高雄市 高雄市有看到 高雄市像第一个侧站 在大辽最高 因为我对高雄不太熟 我还是举台北 好不好 台北 好 所以如果住高雄的人 这时候其实就应该要稍微知道说 我房子应该买在什么地方了 好 那我现在我先向上探索 我先选台北市在这里 台北市点它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好像选错了 因为这个字太小了 对 好 这个台北市 好 点它 然后呢 这个最不好的地方是在中山 那因为那个市中心 对不对 空气品质当会比较不好 然后接下来是大同 这也是在市中心 那重点你应该知道 像那个阳明山 空气品质 很好 12.9 这当然 那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看一下 我想这个内容 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都是数值资料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因为我有这个侧站 所以我又再可以细腹下探 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 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了 这个还有空 那个温度 温度 算了 因为温度它也是文字 我还要去做转换 我就不转了 好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还有教过淡季忘记这件事情 这边我先回复 好 请问我是不是有教过淡季跟忘记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向下探索 跟多向下探索 跟连续向下探索 所以我现在想要去做淡季忘记的分析 我是不是要点多向下探索 对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情 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 这个第三季 第三季 第三季的什么 空气品质 最好 对不对 好 再往下探索 你有发现什么事 天气热的时候 空气品质好 为什么 值不值得去研究 如果您是念环境的 我觉得你就会想要去知道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那天气冷的时候 不是最糟糕 是春暖环寒时 可以吗 这个时候最糟糕 为什么 这是不是值得研究的议题 不是最冷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应该在这个地方 可以 例如说 1月2月我觉得那时候是最冷 可是你看 居然最不好的是3月 2010到2012是这个样子 好 我想这些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最后要做一件事了 我最后真的要做一件事 我先把它储存起来 档案另存 然后接下来我就叫做 2019 19108的那个大气 空气品质日间测值 大气 好 然后 存档 请问这个资料里面 我还是先恢复原状 这个资料里面只有2010年到2012年 对吧 好 那有没有2013年 没有啊 那我们就来试着把它把它做出来 2013年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到网路上去下载 2013年1月到12月的资料 好 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下载好了之后呢 这个2013年的资料 解压缩出来 滑鼠右键 解压缩 然后把这2013年这12个月的资料复制 复制 没问题哦 复制然后贴到什么 贴到这里面 直接贴上 那这里面只有到2012年嘛 所以当我贴上的时候 是不是这边就多了12个月的资料 2013年12个月资料就在这里面了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 这个档案 现在还没有2012年 那我们可不可以猜一下 2013年请问P2.5会 年平均会上升还是下降 因为它是震荡嘛 所以你要猜应该是猜 它会上升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虽然是机器预测 但是我们人的预测 也反正你做久了 你就会懂那个预测 好 所以这边我要做什么事情 常用底下的什么 重新整理 你看新增加一年的资料 是不是只要把它放在 那个资料表底下 而且Power Query要不要重算 要不要重新做整理 不用 这个记住 这个错误会持续增加 因为你增加了一年的 PM2.5的 从文字之下 改成数值资料 好 关闭 你看2013年资料 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看我刚刚猜的 是不是比较准 我认为 它会比前一年上升 因为这边是震荡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这是情侣们可能动手来去 完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然后记得把它储存起来 可以吗 自己去下载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要在最后你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因为我曾经带你们做过重新整理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玩一下 好 但是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去下载2014年以后的资料 请注意 它的标题列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你的标题列必须要随便去找 前一年的随便医交档案的标题列 复制 然后把那个 2014年1月的标题列整个删掉 然后重新贴上 就好了 还有 当你今天2014年的资料 假设你有新的栏位 可不可以 还有如果栏位变动 那你都必须要补 补那个资料 好 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了 我们很高兴的把这个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BI工具应用 从原本一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拿到资料需要这资料的一个整理 再来到资料分析 那分析 以前我们用以下的数据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用 例如说 PowerBI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化分析的工具 然后来进一步的去做研究分析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一张资料表到两张资料表到甚至非常多张资料表 如何去做classjoin跟unil就是透过关联的方式把两张资料表关系建立 还有就是透过合并的方式取资料夹把资料夹里面所有档案都合并起来 好 那当我们今天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多可能需要请各位特别特别小心注意的问题 在我这两天的课程我都有大概多多少少要跟各位分享 希望你们能够回去的时候再继续看我的影片 然后把这些问题说明出来 因为你拿到垃圾你翻新出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值得信赖的 好 所以真的做资料清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期待你们就是在填问卷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要再加想象 例如说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很重要 甚至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些大数据分析 还有我觉得很多的技术是要让各位知道的 好 那通常在课程最后都会把我很喜欢的两句话 我的座二鸣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杜甫他老人家写自己的自建函自传 他希望把这个自建函请左丞相送给皇上 让他知道杜甫这个人 好 他就说他自己 他是这样读书过万卷 下底如有神 他之所以能够写出很好文章 是因为他读书 一直读 一直读 把书甚至读破掉 代表说他很勤劳 很勤劳 好 那你想这么优秀的人都那么勤劳 那何况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去要去好好的借鉴 那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这些那个Power BI的一个影片 值得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从以下的进阶这边来看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进展到我们的Power BI 那Power BI呢 我们还有好多那个函数 我们只教了SUN,LIFE,AVERAGE 那个很重要像CALCULATE 这也很重要 只是都还没有跟各位分享 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学的话 其实在YouTube里面都可以找到我的这些的一些函数的教授 这些函数我们取名叫做DAX D就是Data A就是Analytics 就是分析 X就是Experation 所以你看数据分析函式 DAX 它绝对不是只有什么SUN LIFT RUN 还有更多的跟数据分析有分析函式 好,那我想我们暂时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希望这不是一个Ending 而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开词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诚心的 欢迎你提问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跟承认 好吗? 那我们就暂时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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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